关于为什么要发动相反之战 关于北伐发生在汉县地建安24年、219年、年底 这是一件轰动当时影响历史发展进程的大事 同时这件事也不说迷离 有些问题至今仍然没有搞得太清楚 比如关于为什么要北伐 1.关于北伐带有一定个人情感因素 关于北伐的这一年还发生了一件大事 那就是刘备与曹操的汉中之战 关于北伐的几个月前 刘备在汉中大败曹操 曹操从汉中退出 之后刘备在汉中称王 当时举行了很隆重的汉中王就职仪式 不过关于没有参加 他一直坐镇荆州 关于独自守荆州有五年时间 还算称职 虽然经过了一些波折 但地盘还在 刘备是这一年的7月在汉中称的王 称王之后对蜀汉方面文武官员的职位进行了一些调整 其中涉及到武将方面主要是任命了四方军 其中关于为前将军 张飞为右将军 马超为左将军 黄中为后将军 在酝酿这项人事安排时曾出现分歧 诸葛亮有不同的意见 之前刘备任命马超为平息军 地位高于关于 关于已经很不高兴了 专门给诸葛亮写信 间接地表达了不满 所以诸葛亮提醒刘备是不是考虑的更周全一些 照顾一下关于的感受 刘备一向尊重诸葛亮的建议 但这次他坚持自己的看法 刘备对诸葛亮说 无自当截止 不久刘备从汉中回到成都 尽管很忙 但心里一直惦记着关于的事 刘备觉得关于那边确实需要安抚 所以刘备派了费诗去做关于的工作 费诗是蜀汉著名的外交家 口才超一流 当时全天下口才最好的是江东的于藩 这位费先生可以排进前五名 费诗去了荆州 关于一开始态度确实不太友好 但费诗没有害怕 没有为讨好关于而乱拍马屁 但也没有跟关于叫板 而是通过不软不硬的一通话 让关于自己去点亮 刘备话说得在里 关于也不是完全听不明白话的人 所以赶紧接受了任命 关于送走了费诗 心里还是觉得不舒服 不仅黄中与他平级平坐 而且刘备让魏妍守汉中 也让关于不痛快 汉中的地位与荆州相当 从地位上黄中实现了与关于平起平坐 从实际作用看魏妍又与关于相当 关于觉得自己这个熟悍带头大哥当得有些水分 黄中被言进不快 是因为他们这几年历的功劳多 立功这种事 必须有机会 在一周和汉中天天都有机会 而有荆州就没有 没有机会 怎么去立功 关于的心里不太痛快 危机感到也谈不上 但多少有些焦虑 想找机会建功立业 让大家看看我关于不是只会摆老资格 我是有两下子的 2 关于北伐也是特殊天气因素促成的 就在关于想建功立业的时候 机会来了 这时候大概是8月份 是长江流域最容易发生殉情的季节 这一年江汉一带就发生严重殉情 下起了特大暴雨 汉水暴涨 曹军在荆州前线的主要据点 襄阳和樊城都在汉水边上 一个是汉水南岸 一个是汉水北岸 汉水发了大水 水势很冷 平地树丈 城池及军营都被淹了 这场大雨引起了关于的沉思 关于觉得这是一个发动北伐的好机会 于是决定马上发起北伐 出发前 关于对后方的防务也进行了一些安排 命令南郡派守弥方守江陵 军赴士人手公安 留下了一只树亮布 等人马 北伐被老窝被端了 之后就率军北上了 关于北伐算不上蛮干 不说气象条件 就是从其他客观条件上说 当时刘备汉中得手 上拥三郡成片 使得襄阳樊城地位变得孤立 曹操心败于汉中 曹军士气低落 公取襄阳樊城的条件的确成熟了 三 关于北伐也有被动防御的可能性 除了上面说的理由外 仔细梳理一下其他史料 还会有一些新发现 能进一步揭示 关于北伐的决策过程 根据史书记载 曹操兵败汉中 退到了长安 在那里他曾 想驻守在襄阳的曹仁 下达了一道命令 让曹仁率兵讨伐关于 同时派于晋率部增援曹仁 负责增援的还有徐晃所部 这几位都是曹操手下最能打的将领 他们率领的是曹军的精锐 根据这个记载 这场仗不是关于发起的 而是曹军先主动进攻 曹操刚在汉中打了大败仗 为什么突然在荆州主动出击呢 推测起来有两种可能 一个可能是减轻关中方向的压力 汉中意识 曹操担心引起连锁反应 所以在荆州故意挑战 提醒刘备 你别不管不顾 占领汉中就行了 不要趁机图抹我的关中 另一个可能是减轻合肥方向的压力 就曹操还没退到长安时 还在撤退的路上 这一年7月 孙权又来了一次趁活大姐 在合肥方向动手 当时曹操在合肥的兵力不到1万人 合肥方面压力选大 曹操知道荆州不仅是刘备的地盘 也有一小半规孙权 曹操想在荆州制造事端 把孙权刘备的眼光都吸引到那里来 综合以上分析 关羽之所以突然北伐也许是这样的 曹操汉中之战失利后 立即命令曹人在荆州方向发起一轮攻势 目的是缓解关中和肥他两个战场面临的压力 作为刘备董都荆州军事的关羽 本来就想建功立业 又恰遇千载难逢的天使 几个因素碰到了一起 这才让关羽在来不及寝室的情况下率兵北伐 每日更新 欢迎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